毋它骨胎 我给你戴神起的 飞到偷见 比亚绽 血清 比尔森自己母 最名为的杰克啤酒 比尔森啤酒的故事 发生在1842年10月5日的比尔森时 年轻的巴伯利亚酿酒师 约瑟夫·格洛尔 首先采用全新的下层发酵法 酿造出浅色啤酒 比尔森啤酒 独特的比尔森啤酒 口感如何带补 泡沫豐富 清香醇爽 令人更加钟爱浅色啤酒 因此比尔森啤酒的品牌 成为了世界啤酒专心经典 传统的比尔森啤酒酿造对方 代代相传至今 不管在哪个时期 啤酒的样照身材 总是使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设备 选用最上能的捷克原料 捷克大自然赋予了 样照比尔森啤酒的三种材料 它们为啤酒花 大麦 水 水占比尔森啤酒的92% 由于独特的比尔森堂地的水源地质 这里是优质软水的原地 水是从地下一百米深的井里冲出来 逐久的用水是经过连离的困质 其质量比婴儿的流水还好 吴湖铐地的水源是在游泳看 独特的麦芽给比尔森啤酒增添来原色原味原香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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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